大家好 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奔跑把时刚官宣 网报周深无理由退出 杀意卖力搞笑的样子真心酸 奔跑把时准时开播 节目开播后很快就展现出了一个老牌国宗该有的魄力 首播就拿下了收视第一 而且还是黄金时段全部频道和卫视综艺排名两个第一 超过了向往的生活 第一季的固定MC阵容和上一季相比有些许的变化 保持李晨 杨颖 郑凯 沙翼 蔡徐坤五人阵容不变 将黄旭熙和宋宇齐换成了国民度更高 更讨许的白鹿和周深 不过就算奔跑把的嘉宾是越来越多了 还是挽救不了这档节目偏离初心 笑点越来越尴尬的结局 一 老成员无亮点 新成员无化学反应 奔跑把时第一期给我们一个下马威 常驻嘉宾和飞行嘉宾足足有12人 任谁的粉丝来看一眼 收拾都能够上去的程度 那么人多归多 有没有效果就是另一回事了 从第一期来看不是很乐观 先说说 因为自身大大咧咧性格引发不少笑点的白鹿 在第一期节目里 白鹿凭借大嗓门 隔空传话的环节引发了不少的笑料 之后又因为他傻白甜属性带来的反差萌 让人看得嘴巴都合不上 但是这些都是白鹿的个人属性 也就是说和节目的加成不大 然后是周深 周深这两年也算是综艺的常客了 他自带综艺感 但是要想让他的综艺感得到最大的发挥 需要有人配合 比如《青春环游记》二里 杨迪和他的配合就堪称完美 到了奔跑吧 十里 周深少了这么一个可以有来有回的对手 也就让他的综艺感没有办法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不过没关系 目前在第一期之后有了磨合会有所改观吧 除了周深节目里的其他人基本都是一副白烂的心态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一边看戏 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 像是凌云和孟子怡出场 郑凯特地的cue了流程 问他俩是来干嘛的 孟子怡拱着属性上线了 直接说了个来录节目 嗯 这话让人怎么接呢 林允倒是按照剧本要求说了来找比友 但是啊 当郑凯继续问 你觉得谁会是你的比友呢 现场再次陷入了尴尬的沉默 或许是因为人太多了 第一期里嘉宾之间的互动很少 感觉啊都是各玩各的 比较能够戳中观众点的还是老成员杨颖和郑凯的互动 古早CP复活了就是说 尽管如此啊 第一期节目里依旧有一个超大的亮点就是沙翼 经过两季固定MC的磨练 沙翼已经从一个新兵担子成为了一个正常王牌 奔跑吧 十一开始 沙翼就在努力的调动现场的气氛 但还是得说啊 沙翼越努力看起来越心酸 在和宋颜飞孟家打完招呼后 他被刘备和舅舅两个招呼给打击到不行 自己演了一出落寞转身 可惜的是啊 他这边卖力的完成了一整套他设定的戏中动作 但却无人观赏 最后就是他通过优秀的套圈技术也让节目有了意外之喜 再有就是他的信心满满的猜题 结果却都答错 惨被众人围攻 尽管这样还是有一些嘉宾很难参与进来 看图就很明显了 当然嘉宾的综艺感没能够调动起来 和下面要说的这个问题有关 二 节目游戏设置过于简单 环节松散太过无趣 整场节目下来设置了三个游戏环节 没有了奔跑吧 最经典的名牌 每一个环节都显得松散无比 第一个游戏是答题 男女嘉宾两两组队 一次到导演的答题区答题 答对拿一张时间信卡 答错拿两张 题面是经典的影视剧相关 答题的可能性也是几乎没有新意 就连蔡徐坤这种综艺新手都能够猜到 然后六人小组依次回答 没有回答的在另一个地方坐小板凳 看电视整个过程持续20分钟 要是有效点就算了 可这是纯答案啊 看起来就过于枯燥无趣了 第二个游戏是打超长台球 又是一个一组人打 其他所有人站着光看的游戏 这个环节的亮点应该是胡咽冰的嘴 本以为是很惊险刺激的游戏 结果除了李承首发出场 看起来磕磕绊绊 之后的人都是顺利进洞 所以因为难度设置不好导致的游戏 看点减少 在这环节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第三个游戏是晾衣服 这估计是一个会做家务的人 看了会生气的游戏啊 几乎不需要动脑子纯号体力就能完成的游戏 感觉已经不适合放在黄金档的综艺里了 最后煽情太过 既要娱乐又要煽情 想要两手抓 却哪都抓不住 奔跑吧时 从2014年引进到现在 已经过去八年了 这档节目从最早的买版权 照着韩版班人社做剧情 到后来自己做节目 奔跑吧经历了不小的改动 在前几季 这个节目的重头戏还是私名牌 到现在这个灵魂单元没了 取而代之的是浙江台最擅长的煽情 比如第一期的结尾以 哪一刻你觉得父母变老了为话题 让嘉宾动情 可这个话题 本身放在奔跑吧 这档娱乐为主的综艺就不合适 在别的不那么娱乐的节目里 也有谈到而且能够谈得更好 另外就是嘉宾的反应看起来 像是为了哭而哭的反应 这一套浙江台可以说是所有的综艺上都玩 所以再放到这里 显得违和也暴露了节目组 在节目设置上的短板 整期节目下来奔跑一点都没看到 那这档节目又何必拿着名号继续拍呢 其实一档节目做到第十一季确实不容易 但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是 节目制作水平也在一起上涨 而不是入眼可见的下降 从变换嘉宾阵容到更改节目的流程 奔跑吧 让观众失望了 总的来说 第一期节目的整体效果并不是很好 节目自身的特质也没能够完全的发挥出来 开局确实是算不上精彩 不过新加入的两位常驻MC 一个放得开 一个综艺感强 后期磨合磨合 说不定也能够成为新一季注入的新鲜血液 最后希望后面的节目能够渐入佳境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 敬请关注哦 主席